我真是沒有辦法明白他為什麼會這麼做 嗯? 嗨! 雖然現在才五月底 但是我已經把我今年的生日慾望給想好了 首先第一個 我希望可以到北韓去玩 第二個 家人健健康康 第三個 希望我每次去看表演的時候 都可以遇到有禮貌的觀眾 Hi guys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事情是這樣子的 前幾天呢 我去看了羅密歐與茱莉葉的音樂劇 我跟你說我真的是超級無敵大迷妹 所以當達米安再回來台灣演的時候 我就立馬第一個先衝去買了首場的票 但是呢看完之後 其實發生一些事情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不開心 就是 Why 其實就是遇到了不禮貌的觀眾 那想跟大家分享幾個 去看表演應該要我的禮儀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些是基本常識 但是相信我 真的很容易會遇到 那也希望我自己認知中 這些正確的觀念 可以傳達給更多的人 Without further due Let's get started 第一個就是不要遲到 因為你遲到的話 不管對於觀眾 工作人員 或是演出者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干擾 假如你真的遲到了 請在中場休息 或者是第一個節目 跟第二個節目 之間的那個空檔 趕快去找到自己的座位 那如果你是遲到了 然後工作人員 剛好又直接放你進去的話 也盡量就是 你找到一個空位 你就先坐下來 不要就是摸黑然後硬要用 手機那個燈 可能我正在看一個演出 結果旁邊就洗洗素素 洗洗素素 然後在那邊擠來擠去 我覺得那樣真的是很不禮貌的一件事情 最好就是不要遲到 但是如果真的遲到了 就是以不要影響 觀眾及節目的進行為原則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在演出中途離席 例如說你突然肚子爆痛啦 或者是你有什麼很急的事情 請不要大搖大擺 就是直直的這樣走過去 因為我這次表演 真的遇到有人 就這樣直直的走過去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明白 他為什麼會這麼做 演到不知道 你面前這些人正在看演出嗎 為什麼會 嗯? 再來第三個 就是我今天為什麼會拍這支影片的原因 就是請尊重著作權 每一場演出 其實背後都是很多個團隊在進行的 舞者 有編舞家 有音樂 有燈光 有後台的幕後人員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一個心血結晶 我那時候遇到的情形是 坐在我前面那一排有一個男生 就是因為工作人員其實會一直提醒大家說 我不可以錄影或是錄音等等 在中場的時候 我看到他在看手機 因為我從這邊直接這樣看下去嘛 我發現他錄了最後螢幕的那個 結婚的場面 我觀察了他大概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他是真的有拍攝了舞台劇的內容 總之最後我的正義之火就熊熊的燃起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知道你剛剛有拍 但是這場演出其實不可以錄影或錄音或拍照的 如果你下半場再錄的話 我就會去跟工作人員說這件事情 當然我知道不一定每個人都會認同我這樣子的做法 對我來說我不懂為什麼要有這種僥倖的心態 你買了一個快四千塊的票坐在這個區域 你離舞台就是這麼的近 你就是要享受那個音樂跟舞蹈跟戲劇帶給你的震撼 你為什麼要用一台手機這麼低畫質 然後收音又差然後去錄影呢 你存在手機裡面看 跟你現場看的震撼力不是差很多嗎 接下來呢是如果你真的愚蠢 你真的很不乖的決定去拍照 千萬千萬一定要記得關掉閃光燈 像我以前跳舞的時候 我們很多例如說轉圈圈的動作 那你在舞台上其實那個強光打下來 你是看不到前面的觀眾 你在轉圈的時候其實你是要對著一個點 所以當你有一個閃光這樣閃的時候 你會失去那個focus 那就很容易會跌倒或者是會受傷 在看表演的時候 不要用開手機的燈去看節目冊 因為在一天漆黑的觀眾席 你那個燈其實是會擾亂其他觀眾的視覺的 節目冊其實中場休息或是剪出結束後再看就可以了 就是在演出的當下 其實還是把重心放在真正舞台上面發生的事情是更好的 再來呢就是把手機關靜音或是震動 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一定會覺得 天啊這是太理所當然了吧 沒錯可是每一次都一定會有人忘記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做個有禮貌的觀眾 再來這個我覺得 在演出的時候 請不要跟你的朋友或是家人討論舞台上面的內容 舞者、演員、音樂家 我覺得這跟電影爆雷的感覺是一樣的 你會沒有辦法用很客觀的角度來看這個演出 I have written a book 再來呢是演出的時候不要吃東西 不管是口香糖、水或是任何你藏在包包裡面的食物 我覺得這是真的是很基本的利益 如果場地有規定說不能吃東西的話 就請就忍那個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 可以忍的我相信你可以好嗎?我相信你可以 再來還有一個我覺得蠻重要是對表演藝術工作者的尊重 那就是在謝幕的時候請留到謝幕結束再離開 我當然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會要趕車或是想要避開那個人潮 但是對於一個舞台上的人來說 當謝幕的時候燈其實是會亮著的 如果你就看到觀眾就一群一群的離開 其實我覺得你們可以自己想像 那感覺其實是會不太好的 最後的鼓掌或者是歡呼或是起立 都是對這些表演藝術者一個很大的肯定跟鼓勵 今天講那麼多其實是因為從小學到高中一直都是念舞蹈班 自己也做過表演者幕後的工作人員 他當然還有觀眾 這三個角色給我的很大的影響 就是我對於沒有那麼禮貌或尊重的事情 我會特別特別特別的敏感 就像我之前看一個美國的實境秀叫做What Would You Do 他就是會模擬一些實際上的情況 看會不會有路人把刀相助 那我常常在想說如果是我的話 在現實生活中我會不會這樣子做呢? 如果我今天衡量這個狀況 我了解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如果我能用一個比較平和的方式來提醒的話 那我覺得我就會選擇站出來 我不是要鼓勵大家去做一些所謂的正義模仁 加上我平常真的是一個很不會吵架的人 我很怕跟人家起衝突 因為想要傳達這些比較基本的禮儀 這些東西如果是大家互相提醒 我們的公民素養跟素質都會更好 今天的影片其實純粹是我個人的經驗跟看法 你可以不用同意沒有關係 但是真的也不需要去對戰或是謾罵 這些真的沒有必要 每個人都自己的看法跟觀點 最後呢你可以看不懂一場演出 但是你必須要尊重一場演出 更不要有還好我今天沒有被抓到的僥幸心態 因為這樣子的觀念不是我們想要帶給下一代的 那也鼓勵大家可以多去看藝文演出 因為台灣真的有很多優秀的藝術工作者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Oh pretty baby Don't bring me down I pray Oh pretty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